第一百集 小队向李强告别 他说道 小哥 要不是你们 我们就回不去了 唉 说起来 你们还花钱雇佣我们来保护 想想都惭愧呀 李强微微笑道 前途小心 他对聚散离合已经很习惯了 安渡中站 位于天路草原的附地中央 李强四人识别了商队和李孝天等人 很快飞到了安渡中站 李强拖着纳扇 红谦拽着帕本 悬停在中站上空 纳扇小声说道 老大 下面好像没有人 空荡荡的 会不会有埋伏啊 李强说道 别管有没有埋伏 我们硬闯 红谦笑道 师叔 这些灵鬼师之流 掀不起多大风呢 我们下去吧 四人悄然从空中落在寨子的大街上 四周一片死寂 和西寨一样的房屋 掩在淡淡的雾气里 听不到一点人声 李强说道 我们查看一下 这里就像一座死寨 纳扇说道 哎 我好像有点毛骨悚然的 奶奶的 豪重的阴气 红谦点头说道 没有埋伏 不过 这里 好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 你们看这里 他伸手在街边房屋的门柱上 抹了一把 手掌上 沾了厚厚的一层灰 帕文说道 看情形 不论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商队 都没有到达过中战 他们应该 他的意思 大家都懂 李强轻轻说了一句 该死 红谦说道 这些灵鬼师实在可恶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可是 天路草原这么大 我们很难找到他们 李强说道 他们要疏魂炼破 一定会有祭台 只要找到他们的祭台 就可以消灭他们 纳善说道 天路草原这么大 怎么找啊 一道蓝光 从李强妖后飞出 小海妖骄傲的名叫树生 李强立即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他笑道 小海妖知道 我们跟上他就行了 红谦恍然大悟 没错 小海妖对魂魄非常敏感 他一定能找到 李强对小海妖说道 小家伙 飞慢点 现在我可追不上你 纳善忍不住大笑 夸张的说道 哈哈 老大 你不会认为 小海妖听得懂人话吧 蓝光一闪 小海妖狠狠的在纳善的光头上 敲击了一下 又悬在空中 歪着小脑袋 嘴里咕噜咕噜的哼着 似乎非常不乐意 纳善被敲了一击 怪叫道 老大 他打我 几个人顿时大笑起来 纳善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自己竟然向老大告状 而对方只是一只小海妖 小海妖陡然跃上高空 响亮的鸣叫起来 李强神情微微一动 一把拽住纳善的胳膊 贺道 红谦 我们跟上去 小海妖向着西南边高速掠去 李强和红谦 各拖着一个人 飞得有点力不从心 那扇被剧烈的狂风 吹得睁不开眼 他低下头 避开迎面而来的狂风 大声叫道 老大 慢点啊 小海妖不是听你的吗 你让他慢点啊 李强笑骂道 你给我闭嘴 他已经飞得很慢了 要不是你们两个像秤驼一样沉 跟上他 根本就不费力 贾良寒 小心我把你扔下去 纳善瞄了一眼 下面心不由的狂跳起来 太高了 地上的东西都一点点大 看得他浑身都要软了 他不敢再说什么 只是死死拽住李强的胳膊 心里再次暗暗发誓 一定要学会飞行 主动拳操控在别人手中的滋味 实在不好受 红钳飞进李强 大声说道 师叔 你看 小海妖突然悬停在空中 低声鸣叫 李强惊讶地说道 好家伙 前面居然有湖泊 纳善眯着眼睛 仔细看了一会儿 说道 老大 湖面上的小点 是什么玩意儿 你看 中间的那团黑色雾气都快把湖水给遮住了 李强说道 那些小点是旗子 这是一个奇门镇 我以前见过一个小的 这个更大而已 他心里其实一点把握都没有 上次 奇门镇被攻破 是很偶然的 先是他用天火烧掉其中一面旗子 后又加上天际风的明灵子 用了砖破奇门镇的法宝才破去的 可这一次 他真搞不清 要用什么办法 才能破解 李强说道 我们先下到一边去 想好办法 再去破奇门镇 四人 悄然落在远离湖泊的野草丛中 纳善一头倒在地上 叫苦道 我的妈呀 头晕得很啊 我先躺躺 休息一下 怕本一言不发 盘腿坐下练功 红千说道 师叔 这是哪种奇门镇 李强没有说话 闭目放出神石 发现有无数纵横交错的黑丝 散布在草丛里 越靠近湖边 布置得越密集 如果他们是行走过来的 肯定会被这些黑丝缠上 李强睁眼说道 好险啊 这么严密的防护手段 真是少见 他把刚才的发现告诉大家 红千笑道 幸好我们是从空中下来的 否则一定会被他们发现 纳善躺在地上 懒洋洋的说道 老大 我们什么时候上去搞死他们 如果不急的话 我老大 先睡一会儿再说 浑身骨头疼 李强说道 懒虫 累了就学帕文 做些练功 很快就会好了 这时候练功 想会最好 笨 纳善咧咧嘴 哎呀 我最烦练功了 坐在那里 像个呆子 好好好 我练 我练还不行吗 他见李强抬腿欲踢 急忙告扰 心不甘 情不愿的 盘腿做好练功 红千说道 我们怎么破阵 这种齐门阵 似乎很邪气 师叔 有什么新发现 李强盘腿坐下 笑道 今天不成了 天就要黑下来 到了晚上 这个阵法的威力 应该比白天更加厉害 我们等到明天再动手 红千看看天色 也盘腿坐下 说道 观察一下也好 李强坐在草丛里 随手摆出十几块金石 布出一个简单的防御阵 这样 即使有人路过这里 也很难发现他们 李强小声说道 红千 在西大陆的事情结束后 我就要离开了 你想不想和我一起走 以后有机会 回到风元兴 去找你的师尊 红千常叹道 师叔 我非常愿意和你走 哎 我怕师尊 早已经把我忘记了 李强其道 怎么可能会忘记自己的弟子呢 红千 你想到哪里去了 红千摘了一根草精 放在嘴里嚼着 一股苦涩的味道 流入心间 他嘀嘀地说道 我师尊明志远 哎 他老人家 是悄悄走掉的 给我留了一张简帖 虽然承认 我是记名弟子 但是 不让我去找他 否则 他就不认我这个弟子了 其实 我只是他老人家 在这里修行时 伺候他的小私仆人 是我死皮赖脸 缠着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可怜我 才在流帖中 认作记名弟子的 我哪敢去找他呀 他说着说着 眼圈都红了 开了一眼 李强又低下头 说道 自从见到师叔 我又是喜欢 又是发愁 不知道 以后该怎么办 哎 李强听了 感慨不已 一个赵豪 一个红千 都是为了修真 吃尽苦头的人 怪不得 红千初见他时 会那么拘束 并且 坚持要叫自己为师叔 而他的弟子 库博 反倒随意的多 他的同情心 顿时泛滥起来 说道 红千 别难过 跟我走吧 如果你师尊 不认你这个弟子 我就受你 他才不管这样做 有多犯忌讳 黄千 整个人都呆了 他心里感动极了 颤声道 师叔啊 师叔 自从认识了师叔 我心里就一直不安 生怕师叔 不理会我这种 无名的小辈 我真的很羡慕赵豪师兄 他们有一个好师尊 哎 不管师尊 是不是认我这个记名弟子 弟子都不敢 也不愿意 对他老人家不敬 师叔 如果愿意提携弟子一把 弟子 愿意追随师叔 他的意思 李强很明白 他不愿意拜自己为师 是因为 他觉得那样 是对自己师尊的不敬 李强点头道 你不忘本 很好 我不在乎名分 以后你就跟着我修真 就算我带名志远师哥 传授的弟子吧 洪谦的眼泪悄然滑落 他不会像纳善那样 口哗哗 说好听的 他只是在心里暗道 以后 只要师叔一句话 不论干任何事 自己都要全力以赴 他悄悄擦去泪水 低声说道 谢谢师叔 清晨 李强从作息中醒来 他睁开眼 伸了一个懒腰 透过野草丛望去 湖面还是和昨天一样 黑雾翻滚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玩意儿 洪谦也清醒过来 说道 师叔 有什么变化没有 李强摇头 说道 还是老样子 我打算今天破掉他 我攻击 你在外面接应 记住 如果我被秦门镇困住 你千万不要冒险 立即赶我拉都国 去找我师尊 知道了吗 洪谦一听就急了 说道 这怎么行 李强说道 我破不掉这个阵法 你去也不行 放心吧 即使我被秦门镇困住 我也有把握 可以自保 但是 我一定要有后援才行 洪谦知道 李强说的是大实话 如果以李强的实力 都没有办法破掉这个秦门镇 自己上去 只能是白送 根本于事无补 还不如去寻找救援 他点头道 师叔 我听你的 李强突然说道 有人来了 洪谦问道 哪里 他四处张望 没有看见人影 却听见了隐隐的脚步声 说道 嗯 好像有不少人 这时候 纳善和帕本 也都睁开了眼 纳善使劲揉揉眼睛 说道 老大 这么早啊 李强竖起一根手指 在嘴前 示意他今生 帕本凑在 纳善耳边 问道 有什么情况 纳善两手一摊 连连摇头 他觉得 莫名其妙 红千指的侧面 小声说道 见鬼 他们好像是被魅震了 纳善也看到了 他惊讶道 这些人走路的样子 怎么这么古怪 指手指脚的 老帕 你看是不是 帕本打了个寒警 他想起了在家乡时 听过的一个传说 说道 他们的心已经不在了 他们其实是行尸走肉 红千苦笑道 这种手段 不是灵鬼师所能掌握的 应该还有更厉害的角色 师叔 我们怎么办 这一队人 大约有几百个 各种各样 什么人都有 各个神情呆滞 每人头顶 都盘旋着 小小一团灰色的烟气 他们唯一相似的特征 就是各个都是标形大汉 领头的是一个灵鬼师 队列最后 紧跟着两个灵鬼师 最为奇特的是 队列两边 有一道道黑色阴气 在来回巡查 仿佛有生命的样子 李强肩膀上的小海妖 显得很兴奋 似乎对那一道道黑气 十分喜欢 李强急忙安抚小海妖 生怕他忍不住冲出去 随着队伍的接近 阴森之气大声 那扇惊讶之极 小声说道 你们看 队伍走过的地方 天哪 野草都枯黄了 一条弯弯曲曲的黄线 出现在队伍后面 在碧绿的草原上 显得尤其触目惊心 这支队伍走过后 似乎所有的声气都消失了 李强深深吸了口气 说道 我准备混进队伍里 然后 剪辑行事 红千 你机灵点 如果有什么不对 立即去拉都国 那扇帕本 你们两个只许看 不许动 知道吗 他最后一句话 显得有些严厉 红千摸摸光头 嘿嘿笑道 老大 我最听话了 李强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听话才怪呢 红千注意看着他 这小子 我最不放心 李强将小海妖揣进怀里 悄然向前前行而去 他没有打算直接插进队伍里 而是扶在队伍的前方 渐渐的脚步声越来越响 李强透过草丛缝隙 仔细估算的距离 大约还有五十来米的距离 李强悄然钻入泥土中 用地形术 潜到队伍下方 纳善紧张的 满手是汗 他死死掐着帕本的胳膊 眼睛瞪得溜圆 帕本被他掐得直冒冷汗 小声提醒道 兄弟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纳善紧张的 根本就没有听见 仍然死命抓着 帕本好不容易挣脱出来 气得他真想给纳善一拳 红千突然说道 好 石树混进去了 李强悄然从地下冒出到队伍里 果然谁也没有惊动 他学着队伍里的人 僵硬着身体 迈着机械的步伐向前行进 他头不动 眼神却四处查看 他突然发现 自己有一个明显的破绽 头顶上缺乏一团雾气 幸好 灵鬼师在队伍的两头 暂时没有察觉 不一会儿 队伍走到湖边亭下 李强知道自己的破绽 他不慌不忙 潜入地下 暗暗放出一丝神识查看 只见这些人 个个呆立不动 一个灵鬼师 手里拿着一面白色的小旗 连晃几下 每次晃动 都有一丝白光 射入奇门阵 盘旋在湖面的黑色浓雾 随着白光的射入 缓缓列出一条永道来 李强从地下 小然滑进湖里 这才发现 水下 有一条木质的路 离水面 只有半尺的距离 那群人在 灵鬼师的指挥下 排成单人纵队 踩着水下的木质的小路 向湖心走去 洪迁三人 紧张地看着湖边 纳善小声问道 你们谁看见老大进去了 奇怪 我刚才还看见老大在队伍里 一查眼功夫 就找不到了 他本揉揉眼睛 疑惑道 哎 我怎么觉得 师尊不在队伍里 我一直盯着师尊的 突然就看不到了 洪迁修针功力 比他们要高多了 他说道 师叔 好像钻到地下去了 那扇压低声音 老哥呀 别逗了 老大钻金地下 怎么可能 开玩笑 洪迁淡淡地说道 你小子知道个屁 这是地形术 你懂吗 不懂别乱讲话 纳善差点没被他噎死 嘀咕道 什么地形术啊 别欺负我老纳不懂 他除了怕赵豪和李强外 对洪迁他可不怕 洪迁懒得和他争辩 说道 过一会儿东西手来 你们两个别乱动 就在这里等着 明白吧 纳善笑道 别婆婆妈妈了 知道了 他心里根本就不以为然 不动是不可能的 到时候 洪迁他哪有空管自己 帕本说道 他们都进去了 湖边已经空空荡荡 人影巨无 纳善说道 我们怎么办 在这里啥等吗 洪迁点头道 必须等 这时候可不能自乱阵脚 纳善翻身 仰面朝天躺着 他使劲伸了个懒腰 笑道 我要睡觉了哦 有事叫我 嘿嘿 放松一下 哎 你们看 纳善手指着天空 洪迁和帕本抬头看去 只见天空中 无数的剑盲闪烁 洪迁失声叫道 这么多修正者 他突然发现了熟人 纵身 飞上天空 叫道 卡本神石 纳善和帕本 也站起身来 向着空中挥手 卡本神石 先是惊讶地看着洪迁 突然 他反应过来 大喜道 老大 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他在哪里 洪迁刚要说话 就听边上有人怪叫 哇呀 小疯子在哪 正是天籁城的疯子 耿疯 红迁说道 师叔混到里面去了 你们怎么怪的 卡本神石 没在意他说什么 说道 来不及说这个了 等破掉这个练魂大阵 然后再续 东西南北四个方位 各占了一组修真者 每组都有四人 红迁一把拉住 耿风道 纳善和帕本在下面 我们下去 把他们带上来 别给误伤了 耿风吓了一跳 跟着洪迁 急速落到地面 分别操起两人 又冲到空中 纳善一见卡本神石 就笑道 嘿嘿 卡本大人 你厉害呀 卡本被他说得一头污水 问道 什么厉害 纳善笑道 你会算命吧 恰好这时候赶来 他们是什么人啊 卡本知道这家伙讲话 向来不经过大脑 也不跟他计较 笑道 他们是天极风的修真者 还有从别的地方赶来的灭魔高手 有人喝道 大家封锁住四方 马上要破阵了 耿风将帕本扔给了哈本神石 说道 你扶着他 我可要下去打的 帕本心里苦笑 在这群人里 自己和纳善几乎成了勒坠 卡本神石 羊手飞出一只蓝色光照 红谦在冤魂海时 就被这玩意儿救过 知道是一件好法宝 他将纳善推进光照里 纳善拍拍帕本的肩膀 说道 老哈 咱俩像不像被关进笼子里的小海妖 不过很安全呀 听众朋友